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包罗外相 用很多大家喜欢的节目去给大家展示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要表演几段名人的声音 还要给大家模仿几段口气 利用我的一个形象给大家 还要模仿几个动物 希望大家在眉眼之前 能不能给我点掌声鼓励鼓励 谢谢朋友们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阿人传嘛 非常好 这回我就给大家先来一段口气表演 先给大家模仿一段口气大师 洛杉的一段曲也曲 洛杉吧 那我不一定像 给大家模仿一段洛杉的这段长号 在那个碟盘里也经常看到 他的一段哈夏图梁族的马刀鼓曲 简单给大家吹几句 大家主要看我的表情 这表情整不好 这号指定吹不下 注意呢 来个长号 注意啊 想一双 找些让大家看会儿 谢谢 长号 谢谢 掌声不是那么热叮 大家问你说 能不能模仿洛杉的别的口气 给大家模仿一顿洛杉的架子骨 架子骨 非常高的 拿起股帮先踩踩 长得不错 给大家模仿一段明年的声音 因为时间比较紧 后边有很多好演员 给大家模仿一段大家家喻户晓的 安山是评书表演艺术家 给大家模仿一段 善天方老师的声音 他的声音比较有特点 嗓音 沙哑 位置靠后 模仿他的声音要做到几个要点 没几个要点 得有几个感觉 有那种感觉丢了五百块钱 傻不来 激活的 或者是打了一宿麻将 没有睡觉 就这种声音 给大家简单说一段 桑国的故事 咱们上文书说到 谢谢 曹操 曹孟德派的首席两员大将 徐楚扬流来在刘备的债前 讨敌骂阵 只听这个声音 刘备的这个债门去扭 就开 从里边跑出一匹赤兔腌芝麻 芝麻跑得快 时速达到四类不卖 跑在沙石路上发出的都是这种声音 来到两军阵险下地徐楚张辽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戏 跳下马来这人伤高障碍 要问来者是谁 谁呀 正是关于关云长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文 分解 谢谢大家 送来这么多热情的掌声 接下来呢 还是用我的形体给大家表演一段 骑行观众表演 要给大家展示一段 动物园里跑出的一只大猩猩 能行吗 真的 我每天呢 我都睡不着觉 头十二点半之前 根本难以入眠 我就做那件事 什么事呀 你说我咋这么有才 你 岳丁老师 怎么好 给我来一段广广点的音乐 让我搭档跟我一起配合 把大家带入真正的动物园 看看野生的一个大猩猩 马上就出来 一般的演员模仿猩猩 要用头饰或者服装来演示一下 我不用直接给大家来 马上就出来形象 大家请欣赏一下 预备 报后 看见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